Hello 今天我不是見公 正如這個標題所說 今天我們有重要的場合要去 就是Ascott Racecourse 就是亞視谷的馬場 為何要穿得這麼隆重 因為除了Ascott本身是英國最著名的馬場之外 今天是British Champion Race Day 就是英國冠軍賽馬日 除了大家可能知道6月有個叫Roll Escott的賽期 就是5天的 但今天就是1天 但1天就有4場group 1 所以可以說是英國平地賽的賽季 英文叫Flat Season 的一個終極一戰 基本上聚集了英國外爾蘭的好馬 就一次過在今天比拼這個平地賽 為何今天要在馬場開場 不在馬場開場呢 就是因為想介紹一下這本 之前去馬場 就是在網上訂購 用QR Code 入場 但這次就不能用QR Code 他寄了一個這樣的東西給我們 在上兩個星期 你訂購完之後 差不多一個星期已經到 這本是甚麼來的 我跟大家一起開箱一下 他一開就有個艾天 待會再和大家介紹的賽程 然後就有個這樣的car park 後面有一些指示 這個就是我們car park 5 最遠的 但這個證都要10磅 一點都不便宜 之後就要放在車前 然後就有兩張票 之前的入場費是10多磅左右 今次這個賽日的入場費 就要37磅 加上這個 接近100磅 今天入場的費用 最後就有這張卡 這張卡非常漂亮 後面其實沒有東西的 是一個QR Code 可以介紹一下 今天的賽事 但這張卡我覺得很漂亮 可以收藏 基本上這就是包含的東西 現在我們事不宜遲 還要出發 拍多點片給大家看 就可以慢慢介紹 我們都可以慢慢看 欣賞冠軍賽物的盛況 拍好的車 現在就跟著大隊 慢慢走過去Escott那邊 今天很漂亮 下雨後又拍在草地上 現在很多人排隊入場 這麼慢是因為安檢 果然是大日子 這個馬場的景 真的沒有一個馬場可以 比這個Escott更漂亮 更加盛大 今天又是大賽日 就更加多人 稍後會跑四場QR 1 我就放在某個角落 一邊跟大家介紹 一邊去沙圈 看看美馬 一邊介紹 一邊看馬 一邊看馬 Fahrenheit 最後一邊看一邊看馬 這個位置真是最Signature 的一個位置 就是這個建築 剛才就在後面這裏進來 這裏戴戶口的紙 然後這裏有一個叫 Jockey School 就是可以讓你試騎假的馬 它有些特別活動或訪問 例如這個是馬坤 1.8和2.5就有兩場 你可以親眼近距離看騎士 和他們會教你怎樣騎馬 這個沙圈又是另一個非常漂亮的景點 它是漂亮得完全不像一個沙圈 像一個表演場地 後面就有這個建築物做背景 今天第二場就是英國冠軍短途錦標 跑1200米短途 這裏有一個很漂亮的購物 待會進來 血拼一下 買一些紀念品回去 這件衣服也挺漂亮 還有今天特有的公仔 背後也有 可以買一件來紀念一下 但看不到多少錢 這些帽子就很英倫風了 馬上被偵探 很黑了 室內這個位置都是人聲鼎肺 而且都是很漂亮的 上面有些棋子 還有一些板 介紹一下人物資料 賀菲 當然就有這個酒吧 野食 這些King Edward 7 Enclosure 就是要有錢一點的人才可以進去 上電梯 準備出去看第二場 全部都是人 出不了去逼 我都看不到 下面全部都是人 全部都是人 全部都是人山人海 好 金螂 金融 講悉 好 好 哈哈 好 好的 在舞蹈前選擇 跟舞蹈前選擇 跳馬 帶桃李的招牌動作 跳馬 這一隻馬是香港人馬主 之前在法國贏了一場千四米的GW1 就出現在法國 但今天在英國就沒有出現 就有點可惜了 下一站應該去挑戰一下香港1200米 可以回香港威威 就叫Kin Ross 今天有一個Stradivarius 即是演樂器特別告別的儀式 一隻非常非常忠心的長途馬 本身說今天跑那場是長途的 但決定不跑就退役 接受眾人的祝賀和尊敬 撿知其留念 Stradivarius 還有這個British Champions Day 剛才進來的時候也買了一本Race Card 就要4磅 Ascott Racecourse 是一個大三角形 但有些短途就會從直路出發 直路一條 剛剛跑完英國冠軍千馬錦標 就是一隻叫Emily Upjohn 買贏了 剛才Caman就看著 我就買了一杯啤酒 買了一杯啤酒 就是3.6磅 這個杯也挺漂亮 看看拿不拿回家留念 很多紀念品 剛才買了一支筆 待會回去臨走才拍給大家看 今天買了什麼紀念品 每一場完結 都有周樂隊 一首短曲 有兩隻很漂亮的馬 陪著頭 1 2 3 4馬 進來沙圈 解安 冠軍當然就拍照 這場是跑最冷的 33倍 叫Bayside Boy 這場是今天的戲肉 就是英國冠軍錦標 總獎金有130萬英鎊 第二個重點就是 它有這隻馬登場 叫Buyit 中文名叫聖千里 它是去年贏了剛剛這場一里 它今年增情挑戰這場的2千米賽事 今天的重點是看這隻Buyit 聖千里 也是它退役之戰 在挑戰12連勝 以及第七場的Groupe 1 這樣就會退役 希望它成功 在這場的Groupe 1 是去年贏了 一開始 在這場的Groupe 1 是世界大戰 的Groupe 1 是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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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是未來的 好像8號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來到這裡了 剛才又被叔叔捉住了吹吹吹了兩三個字 嘗試去Campton Park也是這樣 這次來Ascot真的挺難忘 因為氣氛真的完全不同 馬的質素也完全不同 希望大家有機會來Ascot體驗一下 不一定要帶出來才來的 很少來的 就繼續支持這個系列 下次就不會逐個逐個馬場拍的 下次就儲了兩個一起拍 還有接下來就沒有了平地 只剩下跳籃賽 看看有沒有機會來看看跳籃賽 說說昨天買了什麼 就有一把傘 這把傘是29磅 很大把 上面有Royal Escort的字樣 另外有個傘套 對 另外有個傘套 也是Royal Escort 接著 Campman就買了這個水壺 就是烏砂 是一個不鏽鑲水壺 很漂亮 就像這個 4磅而已 漂亮的 可以收藏 然後昨天說了 就是這個 Race Card 5磅 但裡面是很普通的 一點特別都沒有 雖然是大賽日 最後就是 昨天也有說過的兩隻旗仔 這兩隻旗仔就是他派的 先到先得 紀念一下 這一天的賽事 下條影片再見 輸了到他 拜拜